上次我们与谢卓华教授研究了一部分关于静默曲章 很多问题,现在我们又祝谢教授、谢医生来回覆你们 Staphany问,对于长时间九站、九座,坐得久的好像教师、护士、文员 一般有其他什么病症会出现,静默曲章有多严重,才需要做手术 和轻微的又应该怎样治疗呢,我等下谢医生回答你们 如果一些长期暂立的职业,例如教师、护士、纪律部队 站得多,会令脚部静默的压力偏高 变成出现症状的问题的机会会大一点 至于症状方面,通常病人会觉得站久之后,脚会肿胀、冤枯 或者到夜晚回家睡觉容易抽筋 外观上发觉脚除了会越来越肿胀之外 脚的血管也会越来越明显 开始就看到青筋开始凸起,甚至会有弯弯弯弯的情况 至于医学上的分类,通常我们分为六个阶段 早期的就是可能只见到青筋,脚会不舒服 早至中期,慢慢的青筋越来越明显,会凸起 后期的皮肤会变黑,发炎,甚至有伤口 就会有这类问题出现 如果早期那些,刚才说只是青筋,蜘蛛网纹 青筋那些,其实那个阶段就未必一定要做 很多时候开头的时候,纯粹外观上 那个考虑,那个阶段就未必一定要做 但是到后期,脚会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除了一些青筋凸起,脚会觉得很冤枯 应该日常生活 就要开始考虑去做一些治疗 甚至如果去到皮肤变得深色 发炎 痕痒,甚至溃洋那些 医学上就绝对是 应该一定要做 那些阶段就要做 谢谢 好,Jessica问,Jessica Mac Maling 我有买压力物,但很多时候觉得很紧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应该怎样 选一对合适自己的压力物,或者压力物负呢 医学上就 静谋区长早期的阶段 刚才说 头过一、二期的阶段 只见了有点青筋或者蜘蛛网纹 脚又未煮,觉得很不舒服 他未必需要去做手术 那些阶段我们就会建议 病人可能配一些 医疗用的压力物 记住是医疗用的压力物 这些医疗用的压力物 其实他的设计 跟一般普通物是不同的 一般普通物你会觉得 最紧的地方就是 在一个小腿对上,在一个墨顶 在一个小腿对上,像一条杖筋固 那些是普通一对墨 但是医疗用的压力物 设计是相反的 最紧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一个脚硬 一路上回小腿那边 就会反而没那么紧的 这些我们叫做漸进式的压力物 漸进式压力物 最紧在一个底部 一路上来就没那么紧 其实这个设计就是 等你穿那些物之后 加上脚的移动 他会 帮忙泵走血 和避免血液过量 积聚在一个小腿那边 所以配这些医疗用的压力物 的时候 你穿那里觉得紧是正常的 因为不紧即是没用 但是紧得来 又不会像 橡筋固着你的脚 在顶部 不让血液上去 他应该穿那之后紧得来 因为脚移动一下 脚会觉得轻了 而且就不会坠着 配这些物的时候 最紧要就是 你要看看 他的压力物 有没有说明压力物的度数 因为医疗用的压力物 应该就是标明 在脚眼里的压力的度数 一般医疗用的就是 20-30个mmhg 有些会轻一点 有些会紧一点 一般平均 就是 20-30个mmhg 这个度数 就是水人值 如果有标明 医疗用的通常会标明压力值 如果你配的时候 他连这些压力值都没有标明 可能他就 不是 制作那么严谨 或者未必是医疗用的 所以如果买回来 穿得不舒服的 就要看看 到底买得对不对 如果压力物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配得对不对的因素就是 你买的时候 量度脚的大小的粗度 是不是合适 因为压力物一定有 分不同的大小的 要买的时候要量度清楚 究竟你的脚是多粗 买什么大小 那就不要买错了 谢谢医生 Shao Ling Zhang 穿压力物可以做运动吗 去旅游可以穿着压力物吗 其实 运动或者坐飞机 我们很建议那些人 其实就穿压力物的 运动的时候 穿压力物 现在都很普及的 因为现在的压力物的设计 有很多类的 有些是真的专与 被人运动的时候使用的 你见到现在有些运动员 都会穿的 通常就是一些比较时间长的运动 例如马拉松 三黄铁人 一玩就玩几个小时 很多时 那么长时间的运动 脚都可能会有 肿胀的感觉 在运动的过程 所以在运动医学方面 其实都开始 有些很多运动员 现在都穿了这些压力物 所以现在很多设计了 专业被人运动的压力物 在市面上都会有 所以即使正常人 没有穿压力 其实都可以穿这些压力物 我自己都会有穿的 我都强烈建议 如果人运动时间长的 都穿这些运动的压力物 因为他的设计就是 除了刚才说的那种 压力值 会附造去亦存华之外 那些物料都会 容易透气 汗容易揮发 就没那么局腿 至于另一个 刚才说 搭飞机应不应该穿 也都绝对应该穿 那他坐飞机 通常都坐得 久了 起码几个钟头 甚至有些十几个钟头 那如果坐的是 经济客位的话 困在一个位置那里坐 这么长时间 脚一定会肿 一定会肿 正常人都会肿 如果有股胱胀 更加肿 肿上加肿 通常我们就会 建议那些人 会穿压力物的 因为会减少 那个肿胀 亦都辅助 去亦存华 当然也应该 那个病人 或者 穿压力物的那个朋友 应该 脚定期 动 或者甚至 可以的 就是出来拉 跟 走走 这样 就帮助 亦存华 原来是这样 OK Mary E说 医生你好 如果手 很多青筋 也是静默曲张吗 如何改善 一般手 其实是甚少有静默曲张的 所以大家就无谓过分的忧虑了 和脚不同的 因为脚 脚的静默血管 血的流动 要向心脏走 就一定要向上走 所以如果血管稍微不健康 都会有倒流的情况 出现出现 出现静默曲张 但是手 因为手在我们的心脏隔离 所以手的血液要回到心脏 就很简单 就在隔离已经回到去了 通常手的青筋 比较上 明显 很多时候 可能 手部的运动比较多 做事粗重 那就变成 手的血管 比较上 流量大 令他会明显 一般就 极少极少是有静默曲张的问题 除非那些很罕有的 譬如有时 有个扭押着血管 那些才会引致到 血管不正常的 脹起 否则绝大部分 只不过是 手的动力比较多 运动多 所以血管脹起 所以大家 不要太担心 手都会出现就会有静默 这是极少 极罕有的情况 NWK 刚 请问静默曲张会引致身体的其他 心血管无病吗 是不会的 答案 因为静默曲张其实是 我们身体里面的静默系统 的问题 如果心脏病 基本上就是一个 动物的系统 就是 那个系统的问题 基本上两个是不同的系统 所以 如果静默是有问题的话 就不会直接影响 动物那方面的问题 不会引致到心脏病 所以就 基本上两种不同的病理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我静默曲张 血管脹了 我怕有心脏病 就不会的 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谢谢谢教授 回答好我们的观众的问题 我们的观众 如果你们继续有问题的话 亦都继续可以留言 我们的同事很好 你们又留言 留够了一堆 我们又走 要努范谢教授 再来回答大家 记住订阅我的健康弹 你们就可以不停在这里得到 最新的最update的健康资讯 Share出去好吗 拜拜 拜拜 恭喜你健康弹 成为youtube香港2021年度热门创作者 第三位 收到这个这么好的鼓励 我开心了24小时 然后我们就整个团队 立刻要开会 因为 其实 2021年 我们其实已经要迈向2022年度 到底2022健康弹要怎样 应该怎样做下去 我们都要 继续做 而且希望可以越做越好 才不会辜负大家的支持 过去的两个季节 早晨的健康弹的直播 刚刚完结了 接着我们马不停停 我们不会让它停 直播我们会暂时停 但是 我们仍然会有一些新的 项目退出来 在健康弹 一些新的项目 可以有些健康的资讯给大家 有三个系列 第一个是急救系列 这个急救系列是因为 前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听到 有很多运动员 在运动场上 突然之间 就这样跌下了 有些救得回 有些救不回 有时很多发觉 急救是很需要 我们要有知识 可以帮自己 可以帮人 于是我们就 成立了一个急救系列 然后大家很喜欢的 Paul Sir 他又会拔刀相助 有家居健康操系列 在家里 告诉大家 你在这儿可以做什么 就已经 很健康 那么Paul Sir 一定有保证 他一定可以教我们 又简单又实用的健康操 而且还在家里 第三个系列 让你猜猜是什么 健康弹 郑丹帅 的三妇女系列 到这三妇女系列 搞什么 记住看 而且接下来 我们还会 一直推测出身 就是有很多 一些新的健康资讯 系列 在健康弹 送给大家 唯有是这样 我们才可以 骄傲地 拿着这个牌 告诉大家 我们会 继续努力 记住留心 下星期一开始 即使定 你 刚才的 ruled